再多的知识 也不能让你过好这一生 2000年以来 佛教始终在教我们做一件事 明心 见性 过好一生 这就是佛教文学的终极命题 这是一个如太平洋一样浩瀚的领域 传统的佛教文学 主要由诗词 登陆 颂古 民间故事等几部分组成 作为作者 我的水平实在有限 只能在沧海中选取一宿 本课准备以佛教诗词 这个佛教文学中的小领域入手 抛砖引玉 寒山 佛说原平等 争杀你做饭 临可使绝境 用力磨绿砖 哪堪将做净 佛说原平等 总有真如性 但自审思量 不用闲争净 寒山子的禅诗 是值得大介绍特介绍的 寒山子 是唐代著名的诗僧 他在时间上分属于前禅期 这首诗是一首诗法诗 重点在佛说原平等这句 我们说一下诗人的背景 他作为佛教诗人 是最重要的存在 没有之一 寒山的姓名 籍贯生族都不详 大约生于唐景云初年 就是公元710年 唐瑞宗里代 他早年为官 试图坎坷 在大历年间 隐居天台翠平山 因为这个地方 幽辟寒冷 又叫寒颜 所以寒山子因此得名 寒山子经常跑到 各个寺庙 望空造骂 大家也不知道他在骂谁 认为他疯了 后来他到国清寺厨房帮厨 因为实在穷没有吃的 就认识了正在扫地的诗德 现在寒山的诗 存是有300余首 叫寒山子诗集 他是唐代白画师的代表人物 相传后来 寒山与实德 同住在苏州风桥镇 寒山寺 寒山寺因此天下文明 因为张继做过一首风桥夜博 这个寺庙原名叫做 庙立普明塔院 后来改名为寒山寺 我们下面开始拆诗 第二句 蒸杀你做饭 临可是绝景 这个临可绝景 大家都知道 蒸杀你做饭 这个蒸杀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有出处的 在楞严经的第六卷 叫若不断银 修禅定者 如蒸杀时 欲成其犯 经千百节 指明热杀 就是你只要不断银 你怎么修行都白修行 就跟蒸杀子一样 你做饭 那也不能吃啊 第三四句 用力磨绿砖 哪堪将做净 这个是禅宗的一个著名典故 叫磨砖做镜 南岳怀让 就是通诗力说的 神会的那个师兄 见到马祖道一 整天在做铲 就在他旁边 随手捡了一块砖 就开始磨起来 道一很奇怪啊 就问师父 磨砖做啥呀 怀让说 磨做镜子 道一说 师父你疯了吧 磨砖怎么能成镜呢 怀让禅师就反问 既然磨砖不能做镜 那么做禅 怎么能成佛呢 道一因此开悟 用力磨绿砖 这个绿砖呢 还比一般砖要大 它是一个特大石块 第五句 就是这首诗的重要一句 佛说圆平等 佛说圆平等 什么平等 众生平等啊 那众生到底是什么平等啊 佛教通史课里讲过 这个平等观 就是南北朝时期 大涅槃经 溢出来之后的 那个佛性论 佛性平等 所以说众生什么平等 众生佛性平等 佛性平等观 让佛性论 横扫了中国佛教艺学界 所以从此之后 佛教里头有了 所谓平等说 这个概念 《大涅槃经》的第八卷 《如来性品》里头这么说 一切众生稀有佛性 即是我义 《思义经》 记文书施利菩萨云 一切法平等 无有差别 是十相义 所以这个佛说圆平等 指的是佛性平等 一切法平等 第六句 总有真如性 在佛说圆平等后面 这个总有真如性 真如性 就是佛性论 在学理上的再次升级 这就会扯出 真如缘起 这个缘起的一大套理论 它就涉及到 佛教哲学里 最复杂的维始学部分 这个词是一个佛学巨大词 大家最好不要忘字生意 因为我们经常有人用真如这个词 动不动就用真如这个词 其实真如这个词 如果单纯从定义角度来讲 可以定义一百页 所以就不要乱想了 简单的说 阿赖耶什就是如来藏 如来藏就是真如 因为如果扯起来 真如这个概念 就要涉及到如来藏的体性 七大自性 我们如果在佛教哲学这课里 讲到真如 讲到如来藏 可以讲整整五十课 所以大家在这首诗里 只要把握一下真如这个词 就是总有真如性 把握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词一般是说不明白的 能跟你说明白的 也是不懂装懂 当然了 这个阶段的寒山同学 其实他自己也不是完全明白 但是就把这个真如性 当做一个绝对真理用就可以了 最后两句 但自审思量 不用闲征静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就是你掂量掂量自己 征啥征啊 还要啥自行吃啊 下面我们做五解 这首诗的佛学简说 其实我已经说明白了 关于意境上的事 我就不负责了 我觉得比较有价值的句子 是这个淡字审思量 不用闲征静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同学 可以多考虑考虑 就是我说的 蒸啥蒸啊 蒸什么都让 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门去蒸吧 咱们都下午四点半了 就不要蒸了 最后 我们附上一首寒山的小诗 颇有意境 叫做《纸归路》 日本的白饮禅师说 寒山诗虽佳 意见却难误 就是说 寒山特别善于写经 但他所象征的禅机 和他想表达的禅机 其实是很难捕捉的 日本学者认为 寒山诗中 蕴含着所谓康德的 无主题的音乐 因此达到了禅艺的画境 他的诗我读过 但我没体会出来 大家自己体会一下 最后 我把这首诗再给大家念一遍 佛说圆平等 蒸杀你做饭 宁可使绝境 用力磨绿砖 哪堪将做净 佛说圆平等 总有真如性 但自审思良 不用闲征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